大家好,我是阿卜 欢迎观看蜘蛛娘系列第18期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如果有新来的小伙伴 对支持黑长植蜘蛛娘感兴趣的话 可以从阿卜简介床手门从头看起 视频开始前提一嘴 希望各位在评论区评论的时候 尽量讨论些和漫画有关的东西 而不是这些乱七八糟的 承接上去剧情 在堂哲系里吃了影集食品后 体力完全恢复 一瞬间操控大量的蛛丝 打算将淘宝的路线全部封锁 囊主下意识的想要逃出去 却被舒服拉了回来 舒服让囊主先冷静下来 这样直接跑出去的话 肯定会被树上的枪击中的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由他来拖延时间给他们逃跑 就算是无敌的小野大福 对付全身实际的怪物也是不可能的吧 囊主突然想到了大白 便询问舒服大白现在在哪里 还没等舒服回答 身后一只大蜘蛛突然出现 发出了人类的声音 大白的话已经没办法回来救你咯 刚刚和你说过的吧 怪物之力的源头已经消失了 他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 舒服迅速的推开囊主 结果自己被孔蜘蛛了 而这只大蜘蛛正是唐哲犀离 在他操控主持抽出手枪对向舒服的时候 囊主跪在地上大航着助手 他不明白唐哲犀离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 自己会任他处理的 希望能放过自己的舒服 一切正主禁止所说 囊主就是个天煞孤星 所有对他好的人陆续都遇到了危险 唐哲犀离沉默的火候开口说道 我已经警告过你很多次了 真的说今天发生的这些 普通人的留神和我为何会沦为怪物呢 如果知道一切的话 你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抛弃你身边的那个怪物吧 虽然关于怪物的真相 囊主还有很多不了解的 但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也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所以即便了解了一切 自己一堂不会抛弃他的 囊主的回答没有意识动摇 唐哲犀离不懈的回答 果然留神并没有把最关键的事情告诉你 这一切的元凶都是那个男人 拿木教授自私的实验所导致的 画面一转来到唐哲犀离的回忆 那是他还作为教授助手的时候的事了 某一天 教授突然组织起了一个新工作 工资虽然很好 但是汇集了很多奇怪的案例 后来察觉到异样的他 询问教授到底要做什么 教授只是冷冷的回答 那是你不必知道的事情 资料上的几个人大概今天就到 到时候就有你带他们去参观下核数宿舍 我要去出资者米渊家一趟 唐哲小姐接下来就拜托你了 好家伙 原来米渊又指他爸 不断把自己的女儿当成食物喂养给怪物 还是正常研究的出资者 简直伤心病狂啊 之后唐哲犀离也慢慢意识到 自己憧憬的教授 是个只把边当实验道具的男人 当他来到和苏宿舍时 门提前被打开了 明明钥匙只有他有才对 进入房间躺在床上的人正式大白 不正经的大白 对第一次见面的女人开口说道 要一起睡吗 被窝里面特别舒服哦 唐哲犀离一脸嫌弃的回答 非法住进之后就是直接搭设吗 真是讨厌啊 我要保警咯 这就是大白和汤哲犀离的初始相遇 在后来的相处中 刘哲犀离还给汤哲犀离起了各种可爱的外号 在之后的时间里 是他人生最开心的时候 不上场交际的他 第一次有了朋友 然后在这个房间里的全部生活 都只不过是教授准备的实验场罢了 不久后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 因为教授的实验全部变成了怪物 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他和刘生 怪物的本性就是 在成熟后不动的去捕食人类 这样的怪物必须全部杀掉 包括他自己 男主因为遇到怪物得到了救赎 而汤哲犀离却因为怪物人生被扭曲了 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男主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 自己和怪物不会再跑了 希望他能放过自己的叔父 汤哲犀离最后也答应了 毕竟他曾经也是人类 现在作为怪物的他还有另一个能力 那就是消除他人的记忆 可以的 这怪物的能力比某果实还牛逼啊 最终迎来这样的结果或许不赖 此时的男主是怎么想的 想起自己的人生也算不平凡了 个个和死党都因为自己而死 初恋是个疯女人 但是最后最重要的家人能得救的话 对我这样的天煞孤星来说 已经很不错了吧 当这些礼不爽的回到 刘生也是笨蛋 为了那个没用的存在 白白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听他说男主握紧拳头喊道 盯着你的话 怪物对你而言或许是必须消灭的存在 但对我来说 这家伙是特别重要的存在 刘生保护他肯定有他的理由 一遍死到临头了 还在说这样的话吗 看来真的是被怪物迷住了呢 果然还是必须把最重要的事情告诉小黎 听好了 那个怪物一直待在你身边的真正目的是 大家看了十多期视频应该知道 这个系列的特点是什么吧 没错 就是每次在说特别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一定会被打断 这次也一样 慢慢靠近了大白 开口说道 犀利我们终于见面了 就让我和你的姻缘 一切在这里了结吧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至于大白为什么还活着 放在下期讲吧 第四十八话也更新了 上年给力的话 今晚熬夜刚出来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